看看这个我判断的过早了一点啊 电饭宝想弄了我家里所有的美食啊 是不是用这个东西也可以看出 家里吃什么吃的多一点 Hello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饿饿东方台 这里有一个电饭宝 是一个小企级的电饭宝 这是一个朋友的 他这个通不了电 插件上没有灯亮 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把它拆开看一看 到底什么问题啊 估计又是电源板有问题我猜 也有可能是保险丝的问题 我先来测一下 好像是保险丝断了 看来这个我看淡的过早了一点啊 比我想的还简单一点 可能是这个保险丝断了 看一下这个保险丝它就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把它拆开之后 这有几个凸起把这个铝片 给它卡在里面 这是个一次性的呀 感觉这种安装的模式 这底下就是一个保险丝的这个红线 这底下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在最底下啊 先剪刀剪一下这个线 这是一个高温套管 云母套管 在里面的保险在这里面 看到没有 坏掉了真的坏了 我换一个保险丝就行了 把这个换掉 拿一个保险丝替换一下啊 这个保险丝上面 反光看上面字体一点都不好看 我瞅了半天 因为花大镜瞅 才瞅清楚 上面写的是190度啊 这种是一般是防止这个温控失效 这个发热体 就是持续加热 导致这个发热盘熔断 这是一个高温熔断的保险丝 大多数这个高温熔断的保险丝 一般都是装在这个上面的 装在这个底下的很少见啊 是唯一 我建的第一个 我现在把这个保险丝给它装回去 我们还是把原来的这个套管给它套回去 绝缘套管 这是一个10英的 内高温的 保险丝已经接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装回去啊 这个还是用到原来的这一个卡扣 我就知道装回去是个难题啊 因为它们都是这个压接的一次性压接 从旁边 这个用一个东西四边 把这个铝的壳子往里面挤一下 反正这玩意弄出来之后 它就产生形变 再装回去就非常不好搞 好吧 我这是用强颜的办法啊 打个印拽进去了 砸进去了没办法 这个东西还可以啊 结实程度还行 然后再把这个装回去啊 活动自由没有问题啊 估计应该没主板什么事 我们尝试通电试一下啊 OK 没关系 好了 好 这么一个简简简单的电饭堡的维修就是完成了啊 最后四相机OK就可以给人家拿走了 功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啊 那这个电饭堡就修好了 下面我们还需要一个高压电饭堡啊 高压电饭堡啊 这一个是我自己家里面的 这是好几年前 大概五六年前在我同学的家里买的 这是一个半球的啊 说句实在话啊 我也不怕得罪厂家的话 感觉半球生产的东西的质量都比较 相对一般啊 当然价格也便宜 但是这个半球电饭堡 虽然用了五六年 怎么有坏过啊 然后现在坏的问题就是这个按键 特别不灵啊 你按半天它都不灵敏那种 你要使劲搓搓搓 它可能就会灵敏一下子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按键失效了 我弟弟说像有买一个新的 但是我觉得就一个按键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自己还能修 是吧 那就修一下换个按键 还可以省个几百块钱 嘿嘿嘿 好了不说了 开机啊 这个可是真的是啊 电饭堡 想弄了我家里所有的美食啊 前几天的 联合炖那个风干机 然后什么炖牛肉啊炖羊肉 各种炖 反正都是用这个 真的特别快啊 说实在话 啊 这个骨板就在这上面 我们万一秒打到滴滴档 我来测一下这个按键 你看一下啊 这个按键啊 它是多气人 你按下去它都不滴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还好一点 有时候滴 但它有时候也不滴啊 反正就是时间太长了 用了几年 然后用的环境 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很潮湿的环境 那边一个都氧化了 你看底下还进水了 都烂了这一个 最底下的还进水都烂了 全部都换啊 这一个按键啊 是一个肉类啊 这个也按的比较多的啊 是肉类 你懂的 吃肉吃的多 牛肉羊肉全是用这个按键啊 这个按键的控制的 这上面是保温取消啊 这个用的超级多的啊 坏的最快 这个 底下这个是蹄筋 这个用的比较少啊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是不是用这个东西也可以看出 家里吃什么吃的多一点 是不是 哪个按键画的最快 说不定家里吃什么吃的多 这功能有什么鱼啊 汤啊 动物类啊 还有什么蛋糕啊 蒸鸡啊 是不是 看哪个按键画的最多 就是家里用哪个东西 吃哪些菜吃的多 其实我们可以不清理焊盘 直接上 因为你融化这个焊盘的过程 直接就上按键 顺便吧 焊盘也清理了 这个全部都焊好以后 我们再加点焊锡 补焊一遍啊 淋角 吸量不够的补一遍 为了延长寿命 我们在这个按键里面 中间打一点WD40 这个油 它有一点防潮的作用 保持每个按键里面都有一点点 好了 焊结完毕了 试一下 看看灵不灵敏 好按的很 以前就是做一个按半天按不动 这个取消保温这个 因为这个机子它没有开始键 你这按照相应的功能不动 它自动进入加热状态 随时这个保温和取消都非常重要 每次开机之前 来按一下保温 然后按蒸鸡 肉 蛋糕 豆 蹄筋 煲汤 煮粥 做饭 这个是定期预约 然后再按取消 或者说主要就是取消这个功能 好了 那么这个完成完毕了 这个就相当于 希望一个别人的淀粉宝 保修了一个自家的高腰锅 剩下的把螺丝装上就行了 简简单单的两个家具电器的维修 喜欢朋友的观众 晚发和点赞